肩 古代的肩和弦都一樣 稍微有點弧度 這邊垂路收起來有點弧度也比較好看 然後這個斜上去折下來 然後這裡有時候是點有時候是一橫 這個挑上去 中間這個縫隙不要太開 否則會鬆掉 斜上去以後折下來一樣保持有點腰身 折進去以後再折出來 折出來以後這邊通常都很飽滿 把它勾上去飽滿一點 尖 注意這間隔 間隔 那這個古代的尖是寫成月 就寫成月 月這邊是垂路 過來折一下 寫得蠻輕挑的 挑起來 然後橫畫 點 點 這間隔 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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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差不多的 粉 粉 旁邊這個米寫得蠻輕瘦的 然後左邊伸得很長 很短 然後上面伸長 到下面以後 挑起來 挑起來 挑起來以後這個撇都是比較短 這個有長 這個短 點稍微下降一點 然後撇就可以加一點粗細的 不然會覺得這個瘦巴巴的 撇撇撇 短 長 然後這裡看不出來 但是應該是折 所以有加粗細 所以這裡是再粗一點也沒有關係 然後點 把它壓下來 B的間隔很多 那左邊偏高 那這裡很多斜的時候 都要先想好 免得到時候擠不進去 自鬆掉了 好 自偏高 所以這裡一開始就可以寫得比較扁 到時候可以確保左邊的可以自塞進去 好 那這間隔 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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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隔都不能插 唯一的能插就是長短 左邊長 右邊停住 這個點比較高 然後這細到處滑出去 這個點不是在正中間 偏右一點 然後B 這邊纏掉看不出來的 撇 通常這兩個可能是短的啦 一般短 那看誰稍微短長差一點點 不要讓它完全一致 然後這裡的細就寫得非常非常細 然後後面這裡又非常的長 等於這邊是它來表現 然後直畫的話是一個支撐點 所以你可以讓它長一點 尤其後半段這邊可以支撐 不能寫太薄弱 咦 咦 這裡是用滑下來的 這個地方挑上去的 然後這裡再更厚實的挑上去 這裡倒是扭轉的有點誇張 很快就結束囉 很短 然後從這很低的地方 點這個點把它壓下來 免得斜掉 圖 圖的話 撇過去 戴下來 挑上去 然後這個撇這裡比較短 它這個納到是比較長 這種長短啊 拜託把它分清楚啊 不然這個字就沒什麼可看性了 電腦最大的問題就每個筆畫都差不多 這沒什麼意思啊 這裡很短喔 這裡很短的原因是因為底下還有個土啦 所以你看看這個點還比它低耶 撇過來 我們可以發現這下面應該還有個土字嘛 所以這個比方很短是正常的 然後這裡也剩不長 因為上面卡住嘛 剩不長沒有辦法 然後土位要把它支撐住 所以感覺這個土寫得比較厚實 比較厚實 泥 這個撇啊 撇過去啊 再再動一下 這個倒是蠻出來的 一般來講會斜這樣 這個倒是這一次看起來比較往外的 那會不會是因為旁邊有這個泥撇 折下來這個都非常的方硬 這個撇是唯一裡面比較柔軟 有修飾性的 然後以前的泥啊 下面寫一個弓 就照寫就對了 以前泥就是一個弓 那右邊來講看起來好像是這邊要伸展 所以它凸出來 好 泥 玉 玉的話都是斜的 這個斜的 好 這個照寫呢 這個比較結實 左邊斜的 那不過去的 不過缺原因是因為它這裡要壓一個點 把它壓到平衡 所以這個點還蠻飽滿的 不要寫太瘦 氣的話 上面斜斜短一點 而且斜度很高 這個撇倒是 從中間穿過去 拉長 這個拉得非常的長 然後上去馬上折下來 這變成瘦長形 因為等一下要拼三個偏旁 偏旁 那這裡面 這裡第一個 這寫得很低喔 倒是這個寫得很長很長 寫得非常挺近 然後這個刀倒是很奇怪 是斜下來的喔 右邊它又最低 然後這裡稍微有點抬起來 讓它造成一個肩膀的感覺 然後 就感覺這個刀 這個是短的 因為旁邊有筆畫嘛 你會發現奇怪 這個刀竟然是斜的 不是斜上去 這又是往下斜喔 好 氣